现在的停车位修道非常的窄 很多朋友拿到驾照以后 怎么停我们的到车路口都停不好 那么今天车哥教给大家两个方法 轻松应对各种现实分布的到车路口 第一种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我们的车沿着车位线往前开 车轮与车位线的距离越近越好 开到咱们的右侧后视镜 和咱们旁边的车位线平行的时候 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 盯住右侧视镜 当我们的右侧视镜中出现右裤脚的时候 我们往右打死方向盘往后退 当车位线和车身平行的时候 那么我们回正方向盘 怎么样 这个方法是不是特别简单 第二个造车路口 它可以说是一把方向盘就能路过 只是它的要求比较难 我们车辆扫车车位线往前进 比起保持我们的右侧车头脚扫线 同时还要满足我们的右侧车身和车位线 保持在两米以上 那么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开到咱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第三个位置的时候 咱们的后视镜和咱们前面车位线重合的时候 我们往后倒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一把轻松入口完全没有调整过方向盘 这个的要求就是咱们说的 对我们的车身掌握距离比较强 我扯哥如果这两个倒车入口技巧 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